他是被美国抛弃的科学家 将世界顶尖技术带到了中国 并在中国的鼎立支持下 将十亿级的摄像头技术研发了出来 每一年都能为中国带来数千亿的利益 另一边的美国在得知此事后 欺得头上纸帽青天 恬不知耻地 想让这位科学家回到美国 为美国效力 可没想到的是 他不仅义正言辞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还主动加入了中国国籍 那么问题来了 这位科学家到底是谁 他当初为什么会离开美国 转而选择中国 要知道 外国人想加入中国国籍 是非常困难的 他又为中国做出了什么贡献 值得中国如此留待他 节目开始前 请您长按点赞两秒并关注一下 总一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一个支持 这样既可以浏览网机的视频 也不会错过最新的动态 被美国抛弃的科学家 名为大卫布雷提 他曾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一直都致力于高精密成像遗器的研究 在大卫布雷提和他的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 一款高达十亿像素的超级相机研制成功了 这款超级相机可以在任何复杂的条件下 获得最精确的结果 在最初的时候 大卫布雷提的团队因为资金不足 而背后停滞不前 所以这项研究并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了 没有钱就没有办法走下去 有时候就是这么现实 所以为了不让超级相机的项目复之东流 大卫布雷提决定与有这方面考虑的美军合作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美国国防部的科研经费支持 事实上 在一开始 在大卫布雷提的介绍下 美国军方对他的研究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美军认为 这款超级相机一旦研制成功 就可以引入海军装备 更好的搜索和打击海上目标 所以经过多方面的考虑 美国国防部公益了与大卫布雷提的合作 因此 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 大卫布雷提的科研项目 可以迅速继续投入研究 怀着雄心壮志 大卫布雷提下定决心 要将这款超级相机成功开发出来 资金问题解决了 但随着项目的推进 大卫布雷提遇到了新的麻烦 他在一个关键的技术问题上 现出了困境 此后 超级相机技术一直被这个平静期所制好 该项目再次陷入停滞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 美国国防部对大卫布雷提越来越不耐烦 觉得他做不出来什么东西 他们也不想在一个不可能开发的技术上 浪费太多的钱 就这样 大卫布雷提和美国国防部之间的隔阂 越来越深 导演